要说短视频的音乐风向从来都是让人琢磨不透 这高火了16亿话题播放的《重回寒流2012》 网友反手就玩起了抵制 而起因正是因为周董几年前为华语乐坛拉票的一句话 不要让寒流越来越嚣张 华流才是最屌 一捧一摔的巨大差距 让刚被变装而火的day by day彻底没有了热度 而被取而代之的是周董06年发行收录于依然范特希专辑中的《本草纲目》 要我说还追什么寒流 好好的滑流它不香吗 这浓郁的中国风才是真正的YYDS 不要让寒流越来越嚣张 滑流才是最屌 最近同时爆火的还有这半个娱乐圈都在玩的光剑变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《本草纲目》 你怎么做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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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爱你 这首音乐叫做《Infinity》 是美国歌手兼作曲人James Young的作品 初听此歌让我感受到的只有厚重的压迫感 是那种低沉燃效 在压抑中突然爆发力量的歌曲 你叫做什么 你打我 滑流双鱼 放开他 我将我自己 打给音乐 打给你 酷炫的变装看完了 这个梅艳芳仿装挑战 绝对是今年活起来最有意义的一次变装 瞬间就把人拉回03年的那场 让人泪目的告别演唱会 而这首《夕阳之歌》也顺势火爆 引起翻唱大军的青睐 《夕阳之歌》是梅艳芳生前最爱的一首歌 歌曲旋律充满曲折与忧怨 是记录梅姐一生的真实写照 回应那场告别演唱会 此时的她虽已并入高荒 但她为了一生热爱的舞台 与热爱她一生的歌迷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随着一生白白一代传奇彻底落幕 爱人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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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太好了